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15号星期天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近期 美国总统拜登接连被曝持有政府机密档案 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已经对此展开了正式调查 15号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 要求访问拜登老家的住宅的访客记录 因为在他的办公室和车库中发现了机密文件 美国媒体CNN说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 有分析认为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 对拜登的竞选连任都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 周日写信给白宫幕僚长卢恩·克莱恩 要求他公布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住所的访客记录 以及所有跟搜查有关的文件 科默在信中说 令人不安的是 机密文件被不适当地存放在拜登总统的家中 至少有六年之久 让人怀疑谁可能审查或接触过机密信息 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日也强调 众议院将在监督调查方面发挥作用 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拥有微弱的多数地位 可以启动一系列调查 据纽约时报报道 共和党人已经誓言对拜登进行调查 其中一些调查有可能导致对他的弹劾 共和党议员希望调查拜登的家族及其商业关系 疫情的起源和移民问题 从去年11月初 拜登团队在拜登华府私人办公室和特拉华州的老家中 发现存有多份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国家机密文件 到今年1月 机密文件越查越多 司法部长加兰德迫于压力 12日宣布指派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持有机密文件 前总统川普去年8月被FBI抄家 搜出多份国家机密文件后 拜登曾经多次公开谴责川普 身为总统蔑视国家法纪 并说自己从政速来遵守保管机密文件的法令 结果自己竟然也陷入密件门 1月10日 拜登对媒体承认宾州中心有机密文件一事 但刻意不提老家也藏有机密文件 1月11日 律师说 在拜登老家私人图书室又发现一批机密文件 之后又在拜登老家的车库和林屋发现了多批文件 外界质疑的主要是 为什么拜登没有在发现机密文件的第一时间对外公布 而是在事发近三个月被媒体曝光后 外界才知晓 同时 媒体本月初报道第一批机密文件时 白宫明明已经知道12月20号又发现一批机密文件 为什么不在同一时间就证实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12号在记者会被9名记者轮流质问 白宫到底在隐藏什么 白宫是谁在处理这件事 拜登总统是否知情 为什么不依次说明 皮埃尔只是一再重复 总统重视对机密文件处理 却答不出为何拜登遮遮掩掩 据报道 拜登所持的机密文件中 包括拜登身为副总统时所接触到的 关于乌克兰和伊朗的机密文件 共和党众议院想要知道 这些文件和亨特拜登担任乌克兰石油集团高薪工作时 有什么关联 众议院新议长迈卡锡已经表示 对拜登密件门要追究 迈卡锡12号对CBS60分钟节目说 拜登曾经讲过很关键川普总统的文件 结果我们现在发现 他当副总统时 自己在不同地点窝藏机密文件 麦卡锡还在15号福克斯的节目中质疑 拜登已经在公共办公室工作了40多年 他拥有这些文件多少年了 谁在那里进进出出 共和党也对在11月中期选举后 才发现拜登的文件提出了质疑 因为联邦调查局早在8月份 就突击检查了川普的住所海湖庄园 分析认为 从立案调查到最后结案 无论纠责到什么层次 拜登必定要持续面对各界 尤其是共和党的追问 对他预定2月份要宣布竞选连任 已经投下了巨大的变数 1月11号 广州天河正家广场附近 一辆黑色的宝马车 突然冲撞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 造成无死时三伤 14号 广州官方同报 对涉事司机 以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 涉案的嫌犯当天曾说 黄坤明是我输 而黄坤明是广东省委书记 案发后 当局对事件进行维稳 不许民众到事发现场献花 1月11号 广州天河正家广场附近 一辆黑色的宝马车 突然冲撞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 造成无死时三伤 涉事司机事后还曾经下车 向街上撒钱 被抓死口中不断说话 疑似说 黄坤明是我输 我冤啊 我是自己人 无论是现场目击者 还是网上流出来的视频都显示 宝马车主是故意撞向人群的 据广州警方1月11号晚上的通报 赵斯司机姓温 接洋人 22岁 大陆媒体红星新闻报道说 事发当晚 记者就联系到了涉事司机的父亲 温某的父亲说 温某刚大学毕业 没有出去找工作 在家里开的店里当帮手 事故发生前 温某说去找朋友 他父亲准备陪同温某一起去 但是他父亲换好衣服后 温某却已经离开了 报道中没有说明他父亲本人的身份 在温某父亲的采访新闻下 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 不接受任何理由 他死定了 也有网友说 很难想象是什么原因 让他变得如此丧心病狂 很多中国网友都认为 凶贤就是故意杀人 死刑跑不了 根据中共刑法 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如果驾驶人患有精神疾病 再不能辨认 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 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事发后 广州当局很快进行维稳 1月12号 有民众自发前往 宝马车撞人的事发地献花 悼念死难者 但献花很快被官方没收 统一放在一个帐篷里 用交通指示牌围住 之后 民众再到现场献花 即便手持献花在街头逗留 也被警察要求离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1月17号 启程访问三个非洲国家 形成为11天 这次出访对拜登政府振兴和非洲大陆的关系 以及对抗中共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战略至关重要 在耶伦此次访问非洲之前的一个月里 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接待了40多位非洲领导人 并宣布了150亿美元规模的新的援助承诺和协议 据彭博社报道 渣打银行驻伦敦的非洲和中东地区研究主管拉齐亚汉说 美国希望在这个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他们正试图强调 除了依赖中国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耶伦在参加塞内加尔和南非的会议之外 还将访问赞比亚 赞比亚被视为南部非洲的民主 以及全球重债国家债务减免项目的一个试验场 在赞比亚 他将会见西切莱玛总统 这位曾经被囚禁的反对派领导人 一直在追求民主和经济改革 中国的公司赢得了赞比亚几十亿美元的政府招标 所有资金都来自于最终导致赞比亚破产的债务 前美国驻博茨瓦那大使 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加文评论说 赞比亚是我们现在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好的民主的例子 这是证明更多民主、更多法治 会为公民带来好处的最佳机会 赞比亚在2020年出现债务违约 此后在20国集团新的共同框架下 申请重组约128亿美元的债务 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统一商业和主权债权人的立场 为负债最重的国家获得减免铺平道路 中共持有赞比亚大约三分之一的外债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拖拖拉拉 使赞比亚和整个共同框架项目陷入困境 这也使其他陷入困境的政府无法从这个项目中寻求帮助 并导致包括耶伦在内的西方官员对北京政权提出严厉批评 扎打银行的汉说 赞比亚是一个关键的测试案例 如果在赞比亚的案例中能够采取一些措施 确实加快它的进程 这可能就会鼓励其他国家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之前 尽早采取行动 台湾民主进步党当地时间1月15号晚上 公布了党主席补选投票结果 副总统赖清德以41840票当选民进党主席 民进党中央宣布 这次补选投票率为17.59% 通俄竞选的赖清德得票率为99.65% 赖清德15号晚上说 这是民进党赢回人民信任的开始 每一张党主席选票 每一项提出的建议 都将是党再起的力量 他无比珍惜 必定全力以赴 不敢辜负所托 他强调 民进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台湾打拼 过去民进党推动民主改革 下个阶段的使命 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 坚定守护台湾 促进台湾的民主和平繁荣 民进党在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败选后 总统蔡英文提出了辞去党主席的申请 之后 赖清德宣布参选 成为唯一的候选人 他将在1月18号接任民进党主席 赖清德曾以坚决支持台湾的主权和独立身份 而激怒北京 舆论普遍认为 赖清德将以民进党候选人的身份 角逐2024年的台湾大选 美国乐透彩票超级百万的投奖 连续25期无人众后 主办单位1月14号说 缅因州的一名幸运儿 一注独中投奖 派彩估计13.5亿美元 据路透社报道 投奖彩票是在缅因州 莱巴嫩的一家加油站便利店出售的 这是历史上数额第二高的投奖 上一次是2018年10月 当时的累计奖金为大约15.3亿美元 超几百万过去三个月 一直没有人中投奖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